为什么会有些人有失智症 有些人却不会有 譬如说同样年纪 不是每个老年人 或都会有失智症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般如果说要以中医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总会偏向 所谓的心 脾 肾这方面 那特别是会 年纪如果越大的话 我们会把焦点放在 这个圣经不足的这个方面 那这个圣不再讲 我们这个圣障那个圣 我们讲到圣为先天之气 圣长经 今生水 脑为水之辅 这个东西就是说 就应该倒过来讲说 我们脑跟脊髓 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脑神经 这个控管的一个系统 这个脑脊髓这一部分 来自于我们的精气旺不旺 是 精气越旺的 那当然我们这个神经系统 脑神经系统 它的神经都会比较活药 就会让我们的 头脑比较清晰 肌力比较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一年轻的 当然这个精气就越越方程 肌力就越好 平常可以怎么样去做保养呢 譬如说它可以通过 哪些的穴位的按摩吗 还是说 穴位按摩其实 也蛮方便的啦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个穴道 叫做百慧穴 在头顶那里 那这个百慧穴其实也延伸成为 叫做四神冲 四神冲 所以有四个穴位就对 五个 五个穴位 包含这个百慧穴嘛 就在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头的正中线 是 跟我们的两个 中间的一个交汇点 所以叫做我们的百慧 那百慧前 后 左右 各旁开一寸 那不就都四个穴道吗 是 这样总共五个穴道 所以就是平常没事自己的五个手指头这样扣扣扣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当然平常 平常我们没有真的严重失智啦 其实我们可以用梳子 就是每天梳一梳 就是前面有一个圆圆的那种梳子 不够 木梳 比较粗的木梳 是 对不对 这个还可以 梳子这样梳还可以一防吊法 比较 吊法比较偏向 如果第一中海行 那梳前面比较多 可是如果是狮子的 梳后面比较多 今天施医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可以增加脑部记忆的胡桃艺人粥 施医师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哪些组成吗 这个核桃艺人粥有五个药物 是 其实它是一个食材 它具备一点点的药物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拿来保养 那有这个核桃 是 这个大概准备是五十克 那艺人呢 这个就准备三十克 是 这个枸杞就二十克 那这个若敏的十克 是 再加上五颗的这个红枣 那这个核桃呢 我们要把它打碎 有点碎了 那个红枣的 大概给它捏破一下 让水能渗透 大火水滚之后 转小火煮大概三十分钟 基本上就可以吃了 那其实它不是到烂的地步 它吃起来应该是有点口感的 因为三十分钟 对 如果一般来讲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 两种吃法 是 就是以药物的作用来讲 喝汤比较重要 但是如果要当一餐来讲 有饱足感 这个也可以当成一餐 可是这如果是喝汤 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汁液吧 就是如果核桃煮一煮 会有药物的药性出来吗 会 会喔 所有的药物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要经过煎煮 是因为要透过水 把它的有效成分融解出来 所以其实汤头是比较重要的 我以为是要吃那个粥了 这也有点像四神汤一样 你可以喝那个汤 也可以吃那个料 是 如果这样把它当作一餐来吃 是比较不浪费 虽然这个核桃 它为什么能顾劳 它吓得像脑 对 一个是乙行补行 事实上它有 它对认知方面的 跟行为方面的脑部活动 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世界在研究 就是失智症的人口比例 也发现了 好像地中海的国家 好像失智症人口比较少 为什么呢 对 这个地中海市的他们的饮食 似乎是可以降低百分之四十的发生率 那他们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其实都知道 橄榄油 番茄吗 蔬菜 水果 还有果类 那还有鱼 跟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橄榄油 是 那这鱼呢 鱼还是有重点的 不是什么鱼都吃 那么有重点是四大鱼类 鲑鱼 然后鲑鱼 还有秋刀鱼 沙丁鱼 为什么 这鱼里面含有的 特别是Omega 3吗 还是其他的 就是这样的 它里面的成分像 比说Omega 3的鱼油 里面还有丰富的DHA 对脑部的机能的促进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地中海饮食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健康式的饮食 它把该需要的 这些营养成分都摄取了 而且是对身体 比较没有那么大负担 那么你才能发现 这些营养成分了 这些营养成分的 成分成分那宝